大家好 这边是麦子学院给大家带来的ECshop独立网店二次开发的一个视频教程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的话就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一个模板安装 模板安装 这个模板安装的话就是用我们的一节课来讲总共是三个小节 一是模板的下载 那模板的下载的话我们网络上是非常多 非常多但我给大家推荐一家给大家推荐一家叫做我们的模板坛 ECshop模板坛 好就是这一个这一家 它的官方网站就是这个 打开了还有点卡 那么这一个是我推荐大家去他们这边去下载免费模板 免费模板非常多很很漂亮又很好用的这样子的模板 大家直接下载之后呢直接就可以使用了 那么这节课我就会跟大家说如何来使用我们的第三方模板 如何来使用我们第三方模板 然后这边会有一些插件区 插件有些是要收钱的有些是不用钱的 大家自己去使用了 也是按自己的需求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跟他们购买 没有需要的话就自己去研究一下这些东西 好那么我们就正进入我们的这一个正题 这一个第三方模板的一个安装 那么我呢已经准备好一个第三方模板 那这个模板呢也是在我们这一个网站上下载下来的 大家可以去多找几个自己喜欢的下载下来 好那我们到我们的后台 到我们的后台 找到我们的这一个模板管理 有一个选择模板这边 现在选择模板大家看到只有两个模板 然后现在开始安装我们的这个模板 首先呢解压到我们桌面 解压好之后呢 这边有一个模板包 当然呢这边会有有些模板的话 需要有一些SQL插入的一些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安装方法 单独模板安装包 将下载的文件压缩包 直接上传到你的ECshop LIMS下面的那个文件夹里 那么我之前说过一个文件夹呢 就是一个 一个这个模板风格 在我们根目录下的LIMS 我们直接传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步呢 执行我们数据库中的这个清空 好那像这一个这一家的话 我为什么推荐呢 是因为他们做的确实是挺专业的 做的挺专业的 好然后我们没记错的话 叫做MathEDO OK那我们直接一个清空操作 美丽说 OK 那我们执行操作 发现我们这一个前缀 跟我们自己的前缀对不上 这时候大家要记得改一下 ECS 我们用的是默认的前缀 好清空 OK搞定了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步 执行SQL导入的这一个东西 那我们找到模板包 这边有个SQL导入 我们直接放到新建一个窗口 然后把它直接拖到我们这边来 当然那你们也可以用PHP Math的密去做这些东西 这边有一个错误 刚才我们这三个表也是导入进来的 好这三个表也是导入进来的 我们需要把这三个表给删掉 好这三个表给删掉 不需要了 然后呢 我们执行导入的这个地方需要做一个修改 就是我们的这个前缀好 我们让它replace ECS replace all ECS 好 现在我们来进行一个插路 ADCode 我们test格式是禁止为空的 他还说什么东西来着 他还说什么东西来着 这边有个错误 执行 OK搞定了 那我们再刷新一下 好 那我们执行这些操作之后 看他还说什么东西 我们看一下他还说什么东西 把其他文件夹下的这一个东西呢 覆盖到我们的网站跟目录 那我们把这个东西呢 复制到我们的这个网站跟目录来 直接粘贴进来 是 直接覆盖掉 因为我们没有做什么二开的东西 都是可以的 那么第二步的话是 这边是有个怎么整账数据包的 这个整账数据包也没什么作用 没什么作用 我们现在只要会安装模板就好了 数据的话肯定是我们自己的 产品自己上传就好了 OK 那这个时候我们选择模板 看一下会有什么变化 好 我们看到多出来一个 ECScore模板团的一个模板 那我们选择一下这个模板 点确定 启用模板成功 对不对 这边的话就会跟我们说 当前使用的一个模板是我们新安装的一个模板 好 那这个我就关掉了 大家记得它的这一个EC模板 然后呢 我们清空下缓存到我们查看网店 这样子看一下 好 那我们发现我们这个程序就已经安装上来了 安装上来了 大家看到这个图片比较模糊 比较模糊 图片比较模糊 如何来处理的 我之前应该给大家说过 我们用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尺寸是多大的 我再给大家回顾一下这一个概念 就是如果说你安装模板之后 如何把我们的这一个图片给调整一下 好 我刚才应该有看到这一个尺寸大概是200 220乘以220 那么如何来改呢 首先到我们商店设置 显示设置 这边改成220 220 好 改完之后呢 再到里面看一下 这边是多大 这边的话是360乘以360 那这边的话就变成360乘以360 两个地方 我们ECshop只提供了两个地方 所以只要改这边就好了 那这边是第一步 设置好之后呢 到我们图片批量处理这个地方 点击确定 然后让它生成一下 所有东西都不要动 只要点确定就可以了 我们ECshop会自动给我们处理 这可能要一小会 因为我们现在产品不多 所以也非常快 那么我们到首页看一下 刷新 好 刷新之后 就是眼前一亮了 就是这些产品就变成高清了 好 这个也亮了 这个也变亮了 好 这一个样式的话 有点丑 这个鼠哥一上去的 这一个样式有点丑 好 没关系 那我们这个是第一步 安装好我们的这个模板 就这么简单 安装模板就这么简单 如果说有些模板比较简单的话 你直接把模板copy到LIMS这个文件夹里面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一个会稍微复杂一点 它还有一些在线客服什么东西的 就是这样子来操作 然后呢 我们安装好模板之后呢 会有一些页面上感觉有点错乱 就是需要做一下界面设置 比如说这个新品上架 这边是五个产品 就多了一个产品 我们要如何来改呢 之前跟大家说过 我们找到设置模板 首页对吧 首页这边会有一个新品上架 好 我们只要把新品上架这个地方 这个五改成四 然后点击确定 刷新 好 那么我们这边就变成四个了 就变得好看了 好看了 当然你也调成八个 八个就更多了 一般像这种情况就四个就可以了 不要太多 好 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安装 好 然后还有一个概念 要跟大家讲的话 就是哪里呢 这些字 这些字是怎么来的 这些字是怎么来的 这个应该之前没跟大家讲过的 那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下 如果讲过的话 我也当做给大家回顾一下了 我们打开我们easyshop 这个每个模板 每个模板下面 在这个目录下 都会有个style.css 不出例外的话 我们这个也是有style.css 那我们用编辑软件打开它 打开它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会有一个easyshop easyshop 这个模板上正版 社权模板 这个的话就比如说叫做 美丽说模板 好 那这个模板的一个链接的话 我们可以说是在百度过来的 我们在百度的 然后这边一个描述 描述的话 我们随便写一下 当然这边可以使用我们的BR 可以使用我们的BR 好那我们其他的就不要了 看一下BR能用 Spring能不能用呢 我们让它的这个style 来个颜色 更多好 然后使用的版本的话是2.7.3 因为我们2.7.3已经很有没更新了 几乎就是这一个 那作者是谁呢 作者就是卖子学院的讲师 好 再做个个人小广告 这是我的名字 然后我的一个个人主页 我的个人主页也提供给大家 就这个 然后logo的一个名字 logo的名字它是放在哪里呢 是放到我们的这一个log logo 没有啊 没有的话是放到这个地方吗 也没有 那我们这个log and file name 应该是可以直接删掉 不知道啥东西 OK 那我们再选择设置模板的时候 会出现什么呢 不对 模板选择的时候呢 好 我们这一个html是可以使用的 html是可以可以使用的 然后呢 点击会到百度来 会到百度来 那么为什么没有显示我的作者URL呢 OK 没显示就没显示吧 没显示就没显示 那就是一个 好 那当然还有一个概念就是 什么呢 就是这个变分当前模板 假设说我们已经下载好别人的模板 已经使用或者是做了一定修改 修改成比较漂亮的 然后你朋友觉得说这个模板不错 他想要一套 有些时候这种人情的东西 有就是不好推辞嘛 他需要你考一套 那这种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在这一个地方 备份当前模板 备份一个当前模板 好 备份下来之后 稍等一下 他这个还在下载中 OK 现在就是已经备份完了一个 那我们把它给解压一下 看一下是里面是什么东西 解压还点慢 OK 打开 好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模板 跟我们这个安装的这个模板 好 是一模一样的 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 对比一下 好 发现他的我们这边40个像 我们这边也是40个像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把模板给导录出来 然后你就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了 当然也不是这么简单 导出模板 你们发现刚才我们是在首页 有做一些嵌套的 首页做一些修改的 你直接导模板也不一定有用 不一定有用 当然这个方法大家要掌握 因为一定会比较经常用 或者是你给别人做模板 对不对 给别人做模板的话 程序可能是同一套 然后你可以无限的备份模板 然后发给客户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简单 那这边有一个什么 模板备份的 这个就没什么用了 一般用的就这一个就可以了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模板安装 好 那么再讲一下就是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如何来设置 这张图片的话 我们找到lims 然后这边我们有一个image 里面有一个sheet 好 就是这一张 就是这一张 然后我们把这张图片放到我们的这个地方来 这边肯定有个什么sheet 好 就是这张 好 我们现在把它变成e screenshot 就是叫我们的一个屏幕的一个梭类小截图 没有吗刷新一下 模板选择 这个 应该是有用的啊 我把它用新窗口打开 刷新 ok 变回来了啊 就是这张图片 就是这张图片放到我们的这一个image images文件夹下面 大家名字要命名成我们的这一个 名字要命名成跟这个一样 也是要png结束的 那么这一节课的话 就是我们一个模板的下载安装还有一个主要模板的目录和文件介绍 主要模板和文件目录介绍这个有没什么好介绍的啊 因为我们几乎就只有这么几个 就是这一些嘛 这个到时候我们讲开发的时候讲的更清楚啊 所以将这个小节就不要了 好 那这些点的话 我刚才都已经讲到了啊 那主要模板的一个文件啊 就是刚才讲的这个style 还有我们的这个屏幕截图啊 其他的话 我们讲到开发的时候会提到就有 好 作业的话就是下载自己的模板 好 试着自己一个安装 那么感谢大家的听讲